第167章 带妹子和婶婶看新宅 孙尚书抵达御书房 宽敞奢华的空间里只有三个人 他们分别是高居黄座的远景弟 老谋深算的王首府 并搅微双的大清衣 尚书大人习惯性地看了眼首府老大哥 发现对方脸色凝重 眸光沉沉 这让原以为只是一次普通小朝会的孙尚书一愣 魏冤又在做什么妖 他瞬间侧头 审视着大清衣 但这位才智拔群的大宦官气质温和 深沉内敛 叫人看步 穿他的内心想法 孙尚书涌起了不好的预感 行礼之后 默不作声地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大臣们陆续赶来 作医入位 远景弟全程都在闭目养神 直到听见了公布尚书的声音 远景弟睁开眼 俯看着仲臣 能参加小朝会的都是大佬级别 普通的高官都没资格 为爱卿 与仲卿说说吧 魏冤应声出列 道 昨夜 打羹人在内城发现一处 幻养鸾童和私娼的民宅 那些女子本是梁家 少年亦是寻常人家孩子 他们被人贩子掳来关押在此 被逼着侍奉夜里来宅子买醉的客人 昨夜 打羹人雷霆出洞 围剿了这窝贼人 抓住嫖客十三人 其中十人深有官职 三人乃惊中俱伤 此外 打羹人在后院的井中打捞出四十具骸骨 皆是被残害的梁家 魏冤的话 在御书房激起了巨大风浪 大臣们大声议论起来 顾不得朝会肃静的规矩 拐卖人口 豢养私娼 全色交易 任何一项 都能让涉事的官员万劫不复 尤其是经查期间 舞动舞不住 但魏冤的话还没完 又一众大猛料抖出来 根据调查 私宅的主人与巫神教的巫师有牵扯 井中刻画的洋鬼咒文便是证据 经私宅主招供 他是为公布留上书做事 那座私宅既作为拉帮结派的寻欢之所 也是暗中联络巫神教的据点 重臣哗然 如果说刚才还保持着一定的形象 现在则成了菜市口 有人呵斥 魏冤攀咬污蔑 有人则提议要斩魏冤狗头 势力在远景地身边的大太监 连喊三声肃静 仍没有压住混乱的场面 结党营私 拐卖人口 逼良为娼 这些都在违法犯罪的范畴内 但勾结巫神教就不同了 这是通缉叛国 依大奉律法 通敌叛国者 已九足 他 远景地一拍桌子 御书房内瞬间安静 他灵力的眸光扫过重臣 落在首府王真文身上 王爱卿觉得呢 首府出列 沉声道 此事应当彻查 不可姑息 这话听起来像是霍悉尼 但刑部孙尚书敏锐地察觉到 老大哥在偏向魏冤 他立刻明白了老大哥的意思 占公布尚书的话 顶多就是卖了一个天大的人情 以及削了魏冤的脸面 占魏冤的话 一旦查实 公布尚书就完了 齐党损失一位领袖 在桑博案中 王党曾经试图嫁祸公布上书 给予齐党重创 虽然失败了 但眼下确实是个机会 远景地看着魏冤 人犯何在 魏冤摇摇头 叹息道 人犯昨夜已被巫术咒杀 死无对证 远景地咒了咒霉 御书房一下子陷入死寂 大臣们用古怪的眼神看着魏冤 仿佛在说 霉徒你说个几把 养气功夫炉火纯青的首辅 王真文侧头 意识皱眉看了魏冤一眼 公布尚书嘴角勾了勾 冷笑着出裂 大呼 陛下 臣冤枉 魏冤污蔑微臣 请陛下做主 远景地沉着脸 魏冤 你有何可说 魏冤镇定无比 朗声道 臣请陛下传唤铜锣许其安 铜锣许其安 听到这个名字的大臣们 脸色顿时怪异起来 基于上次周智雄的事件 在这种结果眼上传唤许其安 让大臣们意识到 事情还有后续 魏冤藏着一手 尤其是王党成员 对传唤许其安这句话 产生了轻微的PTSD 公布上书脸色微变 但迅速藏好情绪 导致镇定 远景地沉没几秒 道 宣 十几分钟后 穿选色黑袍 挂铜锣 副披风的许其安 进了御书房 后腰挂着的黑金长刀 被收缴了 与之同行的 还有楚彩薇 和两位四天剑的白衣 拜见陛下 许其安躬身作衣 远景地无动于衷地 望着小铜锣 魏冤扭头 笑道 把你的发现告诉陛下 许其安当即把自己打算 用陛下赏赐的银子购置房产 结果发现闹鬼的宅子 然后通过共情 发现了那处私宅 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公布上书越听 脸色越难看 一颗心缓缓沉了下去 人已经杀了 昨晚打更人 明明为此暴怒不已 他们没有证据 想诈呼本官 公布上书稳定情绪 在心里吃笑一声 本官试图半生 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就这点小伎俩 啊 许其安说完 见远景地无动于衷 念无表情 于是补充道 女鬼被收在 四天剑采薇姑娘的风水盘中 陛下若想验证 可以挑信的过的人 与女鬼共情 说完 他心里阴暗地想 一定要找个男人来共情呀 远景地沉阴片刻 看向身边的大太监 如果说 现场谁最得他信任 自然是这位自幼 便在身边伺候的大伴 愿为陛下干脑涂地 大太监浮身道 公公别慌 没什么大碍的 许其安见大太监有些惶恐 想着对方不知道什么是共情 出言安慰 顶多就是以第一视觉 被男人骑在胯下 不过放心 就像看了一场电影 具体感受是没有的 许其安觉得 对于错失良机的宦官来说 这是一个恩赐 没能睡女人 被男人睡也算弥补驱憾 楚彩薇取出风水盘 来到大太监面前 风水盘绽放清光 太极于旋转 弹出一道黑雾 他轻轻拨动 将黑雾拨到大太监眉心 后者下意识地厚仰 试图躲避 下一刻 黑雾侵入对方原神 楚彩薇欲指点 在他眉心 帮助他与女鬼融合 不然以大宦官的原神强度 可能会被怨灵同化 分不清自己是谁 远景帝和书房内的重臣 观察着大太监 看着他脸色忽而恐惧 忽而猙獰 忽而绝望 忽而痛苦 过程持续了一刻钟 楚彩薇抽出玉指 同时抽出了黑雾 再度收回风水盘 大太监英宁一声 睁开眼睛 跪地大哭 陛下 陛下你要为奴婢做主啊 他哭着哭着 忽然反应过来 自己是个男人 至少以前是 方才体会到的种种 都是女鬼的记忆 非他本人 领悟到这个层面后 大宦官擦干眼泪 脸色渐渐恢复 语气依旧有些哀伤 陛下 奴婢都看见了 远景帝汉手说 他旋即看了眼楚彩薇在内的三名四天剑白衣 见他们眼中流转着清气 便安心地将目光重新望向大太监 奴婢看见他是被人掳走的 送到了京城 每日被逼着伺候买欢的客人 不 客人都是不付银子的 大臣们面面相去 如此看来 未冤所言不假 这是个拐卖良家 逼良为昌的私宅 后来 他伺候了一位叫做塔姆拉哈的客人 受其赏识 成为了他的相好 塔姆拉哈 这是个异族人的名字 远景帝眯了眯眼 批向公布上书 汉手道 后来呢 某天夜里 他无意中偷听了一场密谈 听到了火炮 气泄等字眼 于是被残忍杀害 抛尸井中 奴婢看到 与塔姆拉哈密谈者 说到这里 大太监扭头 指着公布上书 尖锐的声音说 就是留上书 远景帝一张脸 瞬间变得铁青 御书房炸开了锅 风向急转 重臣掉转矛头 攻击公布上书 其中 有以大理寺卿反应激烈 感慨陈词 痛斥留上书不做人子 在一片声讨中 公布上书面如土色 宛如没有生机的木偶 离开皇宫 许其安骑成 与魏冤的马车 并驾齐驱 魏公 公布上书是齐党的领袖之一 把他拽在手里 可以将齐党连根拔起 许其安 沉声道 车厢里 传来魏冤的失笑声 现在不是拔出齐党的时机 没了齐党 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我们 政斗属于白银水准的 许其安 没有纠结这个话题 转而试探道 我可算戴罪立功 魏冤恩了一声 道 刑部不会再捉拿你了 其余打耕人 还得看陛下的意思 晚些时候 我会递个折子给宫中 嗯 这些事交由魏冤去操作 我晋升银罗的事 应该十拿九稳 先回家一趟 安抚一下二叔和婶婶 许其安当即请了假 告别魏冤 拍着小母马的团 风风火火地往外乘赶去 二叔当职 不在府中 家里只有婶婶和两位妹子 婶婶坐在前厅的椅子上 喝茶吃点心 时不时喂一口玩木玩具的小豆丁 他穿着深青色的罗衣 秀发高碗 插着好看的金布窑 美艳的脸蛋 妆容精致 见到倒霉者回来 婶婶脸色微变 压着声音急促说道 你回来做啥 你二叔说 附近都是刑部的案子 快滚 大锅大锅 许玲音欢快地迎上来 在他面前一个急杀 小身板摇晃 扬起巴掌大的小脸 有没有带好吃的回来 没有 许奇安冷漠地打碎了 幼妹的音音期待 哦 许玲音也是个现实的姑娘 当即把大哥砌如碧驴 摇着小屁股 自己去玩了 许奇安不想搭理婶婶 走到岸边伸手去拿糕点 被美妇人一巴掌拍开 瞪着眼儿 我与你说话 许奇安漫不经心道 事情已经平了 我回来告诉智慧一声 听到事情已经摆平 婶婶脸上露出些许笑容 又迅速收敛 责备道 整天就知道惹祸 能不能给家里过段安生的日子 从睡淫案开始 事端便没有平息过 隔三差五地闹一次 婶婶从最开始的担心受怕 到现在已经有些习惯了 这可不是好事 许奇安不理会婶婶的避避 说道 我已经选好了宅子 想带灵月和灵音去看看 婶婶去吗 再听到选定了宅子 美眸刷得亮了起来 矜持道 横竖也无事 便随你去瞧瞧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